那麼回顧今年六七月所發生的MeToo風波 至今也超過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那在演藝圈當中有多位男性 就被女生指控性騷擾性侵 引發了大眾的震驚 而對此我們ET Today星光雲 就整理了七件演藝圈當中的MeToo事件 要來帶大家還原當時的案發始末 以及追蹤後續的發展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說出來了 我管你們去死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 主持人黃紫嬌在鏡頭前 大爆十三位藝人的黑料震驚全台 今年演藝圈連環爆出MeToo事件 情節最嚴重的七位男星下場如何 首先是導演許潔輝 女星黃雲星以及LALA對短經 在六月十四日控訴 被她要求用胸部夾巧克力 意圖生鹹豬手 許潔輝隔天就聲明退出演藝圈 也丟了連續劇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的演出機會 再來是男星右盛 她在六月中被網友爆料 不僅凶暴女同事還填耳朵摸胸部 又生六月十八號坦承犯刑 十一月八日被台北地檢屬一 強制猥褻罪起訴 目前仍在法院審理 黃紫嬌六月十九號被網友控訴 涉嫌強吻少女又拍少女裸照 她當天就透過直播認罪 之後做了傻事 送醫保住一命 事發後黃紫嬌辞掉選秀節目 《未來少女》的主持棒 也被廣播金鐘獎封殺 檢警八月四日搜索她的住處 訊後應三十五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 全案仍在進行司法程序 我目前收到加以差 大概有十幾塊二十個受害者 藝人NONO在六月底 遭網紅小洪老師爆料 十幾年來性侵或性騷了 將近二十人性癖相當變態 最後被二十五人舉名提告 立場不要上樓 請下來 進口進口進口 NONO出庭時被氣氛的民眾 大罵人渣 也由於她被控 長效受害者炫耀自己的下題很大 被檢察官請到房間刊驗 下題特徵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今天癥結其中十案 其中三個性侵案不起訴 另外其案則轉移到 士林地檢署偵辦 而歌手陳生在七月時 被控性騷擾女設計師 她直到十一月二日 才認錯道歉 同樣信誠 黑人陳建州被前黑社會 妹妹大雅指控意圖性侵 還強調她沒辦法 你范范姐就很不愛這種事啊 而模特郭媛媛也控訴 黑人試圖侵犯她 只有黑人和妻子范瑋琦 石口否認 並向大雅提起刑事 假中誹謗訴訟 我一開始 藉著大家的勇敢 站出來講 也沒有想過會 變成今天這樣 大雅原告便被告 在鏡頭前痛哭失聲 不過台北地檢署 今天癥結 給予大雅不起訴處分 藝人顏雅倫 今年六月被控 涉嫌在2018年 與網紅要樂未成年時 偷拍並散播 雙方的性愛影片 今年東窗事發後 雖然向藥樂道歉 但他11月8日被 士林遞檢署 依性剝削等兩項罪名起訴 信心的部分則不起訴後 反過來質疑藥樂 提告是別有用心 那有一些事情呢 我也會努力的 他們努力的清白 案發後 尹雅倫的演藝事業 全面停擺 時隔近半年 尹雅倫一改前段時間 身影的態度 平平在IG發現實動態 是否在為了付出鋪路 各界都在關注